电子千张法修正通过 最后三读通过 非常感谢跨部会 跨党派的合作 2023年的12月 当时我邀请我的好朋友 乡尚农先生来录制podcast 他提到 在台湾要开公司 必须要闯好多的关卡 而且一定要本人实体闯关 像玩大地游戏一样 我们当时就有个浪漫的想象 阿宅能不能在国会里头 稍微的改变现况 能不能推动电子千张 尽快修法 让各部会一体适用 改变政府繁琐的行政流程 也减轻公务人员的负担 我特别感动的是 在法案审查的过程当中 不只国民党交通委员会的全体委员 甚至包含了民进党 民众党的委员 也都列席发言 大家不分蓝绿白的共同合作 通过我的修正动议 本法修正后的缓冲期 以一年为人则 必要时经主管机关同意 得展延两年 更加速福国立民政策的推展 接下来民众一定就可以享受到 智慧化政府导入电子千张以后的便利 也期待借由滋通安全的提升 能够大幅的减少诈骗讯息的广告 以及他们带来的危害 跨部会共同打炸防炸 回想四个月前 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 四个月后 我们达成了 期待未来共同努力 推动更多福国立民的法案 谢谢大家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